才接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职位不久的夏立言 2号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演说中指出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35年来对台湾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她对美国国会议员和奥巴马政府官员 近来多次表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重视表示感激 夏立言说尽管近年来两岸关系改善 但在经贸和事务性议题的层面外 双方并没有政治互信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部署 不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以及其反分裂法都让台湾不得不把中国 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 因此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提供台湾必要军备 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夏立言还表示美台安全合作关系紧密 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上 台湾也愿意分担美国的负担 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Rebalancing不只是军事的 Rebalancing包括外交文化教育能力的建构等等 在这方面我们台湾的确是可以做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美国能够要考虑到 它Rebalancing也希望能够Burden Sharing 就是希望大家来分担这些负担 所以我们也能够分担它的负担 所以如果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利益 愿意纳入台湾 我觉得对他们只有好处 对于近来一些美国学界人士认为 台湾应该澄清对南中国海的九段线领土主张问题 夏立言表示 台湾政府认为主权争端难以解决 各方应搁置争议和平对话 此时将台湾卷入争议 无助轻视的发展 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纪念日 美国参众两院相继就此举行听证会 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众议院外委会近日也通过一个决议案 重申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内相联系总监 美国而言 美国之音的諾 美国人主察